當兵很浪費時間 這個時間可以做更多事情 四個月剛剛好 我想要四個月就好了 一年太長了 不想去當兵 真的很浪費時間 不太行啊 我真的會扛不住 你們連泡灰都不是 沒當過兵的男孩子 真的 是男人嗎 你就當四個月的兵師要幹嘛 去那邊玩的 以前我們男生被當兵 都說當完兵出來 才會變真正的男人 有責任感 現在年輕人責任感不太夠 我要跟奉勸現在的年輕人一句話 這很重要 你們只想要台獨 你們不想要打仗 那真的很可惡 是不是很矛盾 沒有一個年輕人願意打仗 他們就說會輸 那你們台獨個什麼啊 歡迎觀看第九七的 台灣文統或武統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何去何從 Moscow says 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in today's massive explosion of the only bridge connecting Russia with the annexed territory of Crimea now the blast partially collapsed the Kirch Bridge and paralyzed a key supply route for Moscow's faltering war in Ukraine Look this bridge isn't just logistically important it's also a huge symbol for the Kremlin and its attempt to reunify Crimea with the Russian mainland Ukraine has not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but hours after the blast in Kyiv people could be seen taking selfies in front of a billboard depicting an image 第五個是相信固守跑台 可以保得住台灣 我已經講過了 台灣的軍人不能打仗 台灣的軍人只有27萬 前五天就会死掉12萬 怎麼打 美國國防部評估 台灣的空軍只能打45分鐘 請問怎麼打這個仗 所以相信台灣可以固守保衛台灣的 是笨蛋 然後第七個笨蛋 是相信美國來救我們 美國人已經公開說 我沒有救你的義務 美國已經講了 美國國防部大員 2005年9月19號 他的大員Rose已經講了 美國沒有義務防衛台灣 近期 烏克蘭的恐怖分子 進行恐怖活動 把俄羅斯的克里米爾大橋炸毀了 烏克蘭的總統 澤勒斯基的顧問 波多尼亞克說 這只是開端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必須摧毀 所有從烏克蘭竊取的事物都必須歸回 普京指責烏克蘭襲擊克里米爾大橋是一個恐怖主義行動 為俄羅的戰爭注入新約更高的堵促 所以這個事情的發起者和主導者都是烏克蘭特務和恐怖分子所造成的 近期有媒體分析 這次的克里米爾大橋的爆炸會傷到俄羅斯普京大帝的自尊心 為什麼呢? 而且對普京大帝來講是一個公開的污辱 因為這個克里米爾大橋是花了俄羅斯40億美元建造的大橋 而且花13年的時間來打造這個克里米爾大橋 而且普京大帝也出席這個通車儀式 普京是第一個駕坐卡特通往克里米爾大橋的開幕儀式 所以外媒分析這會對普京造成一個自尊心很大的摧毀 這不只是一個大橋 這象徵性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克里米爾大陸的連結 同時這個俄羅戰爭如果炸毀克里米爾大橋 等於就是把戰事波及到俄羅斯的境內 所以對普京來講這個是一個好大好重要的大橋 現在你把它炸毀 所以CNN分析這可能普京大帝受到受傷的自尊心 就會公開的發動恐怖的報復行動 不排除可能會採取核打擊的行動 不過現在最近俄羅斯有一個高官剛剛分析說 因為這個克里米爾大橋的造成炸毀 是屬於烏克蘭的恐怖分子所告成 所以他不會採取這種核子的報復行動 而且這個克里米爾大橋要造成核武打擊的行動 還不到要造成核武打擊的行動的層次 對普京大帝來說 這個俄羅斯的高官已經公開的回答了 可是普京大帝採取的報復行動是十分的嚴密的 而且這個克里米爾大橋爆炸的時間 剛好是這個普京大帝七十大壽 所以烏克蘭折洛斯基甚至說這個 盛獻給普京大帝七十岁壽成的最大的這個禮物 這顯得故意的偏激的刺激普京大帝 同時各天折洛斯基有在電視上訪問說 烏克蘭的天空特別的好 不過在克里米爾大橋方面就有一片烏雲 因為他被炸毀了 同時烏克蘭逼不及待的在基普首都展開發行了 炸毀克里米爾大橋的郵票發行 更有很多烏克蘭基普首都的人士 在克里米爾大橋的裝飾品之前 自拍 所以對普京大帝來講 這個是十分的諷刺的一個行動 而且這個不只是一個大橋 這個對普京大帝來講 他七十岁壽成 受到這樣炸毀克里米爾大橋 對他是十分的雙重的打擊啊 而且這座大橋象徵性是 俄羅斯征服了烏克蘭的克里米爾 現在被炸毀 所以對普京來講 可以說是當頭半壑 十分的難以接受 而且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 烏克蘭 澤洛斯基完全沒有告知美國 政治在推特上發言 這項諷刺性的對話 所以現在美國拜登總統來講 美國的這些高層都十分的不滿意 澤洛斯基的行動 這次炸毀克里米爾大橋 不只是說攻擊克里米爾大橋 而且克里米爾是一個屬於民用設施的大橋 是連接俄羅斯與克里米爾 所以這已經超出俄烏戰爭的範圍了 這等於是烏克蘭把他的震盪性花光了 而這個克里米爾大橋 基本上他的用途是民用的 軍事上的用途是十分的少 這個克里米爾大橋是位在克斯海峽 所以是屬於俄羅斯大陸 所以而且這個已經離開俄烏戰爭的 戰爭範圍去已經是很遠很遠的距離 現在就等於開戰開戰到俄羅斯大陸了 所以俄羅斯普京大帝認為 現在你發動戰爭不是在打我那烏東的那四個州 現在是打我烏東境內 已經是一種侵略的行動了 而且這個攻擊範圍不是克里米爾島 已經在俄羅斯的大陸上面 而且這個克斯海峽就是俄羅斯長期控制的地方了 所以普京大帝認為你現在打我 我根本是打我俄羅斯境內 是一種侵略行動 不是已經超過了這個普京大帝所能容忍的地步 已經打到俄羅斯境內 這個是是可能 數不可能的 這克里米爾大橋根本就是一個民用的聲勢 所以這對烏克蘭的講是完全沒有震盪性 所以烏克蘭被俄羅斯侵略 你的領土被俄羅斯併吞了 美國還有一些立場幫你說話 不過現在你已經攻擊 俄羅斯的克里米爾大橋就是超出範圍了 這等於是把美國的這個拜登總統惹火了 美國也沒有什麼方法人幫烏克蘭說話 因為這個等於是烏克蘭反過來侵略俄羅斯境內 而且美國事先這個拜登總統完全不知道 會這樣烏克蘭折羅斯基會發動這個恐怖分子的行動 炸毀克里米爾大橋 它爆炸的可能就是兩種方式 一個一種就是在油罐的火車上 貨車上專有這個炸彈 另外一種就是卡車載硝酸化學原料在克里米爾大橋造成炸毀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個貨車載硝酸化學原料 而且會用一個氣色炸彈來 忌毀這個引發這個硝酸爆炸 而造成炸毀這個俄羅斯的克里米爾大橋的行動 所以俄羅斯也是認為這個俄羅斯的單位 會有疏漏的狀況 為什麼可以讓貨車在座銷炸彈 在克里米爾大橋造成 而這個汽車炸彈來炸毀 克里米爾大橋是一個束縛的檢查行動 所以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個汽車炸彈上面的兩個 汽車炸彈的兩個司機都當場死亡 而貨車司機也是當場死亡 總共這個炸毀這個恐怖分子 烏克蘭恐怖分子發生的這個 克里米爾大橋的炸毀行動 當場死了三個司機 基本上這次的攻擊不是導彈 因為導彈我們可以追記它的軌跡 而且導彈不可能炸毀 被擊毀這個有這個具有爆炸性的目標 這個難度太高了 不可能是導彈所造成的 而且這個距離十分的遠 因為以目前烏克蘭的軍事的能力 最多的導彈只能射程是在200公里以內 所以這個距離已經超過這個過程 不可能是烏克蘭的導彈所造成的 而且這個距離蠻遠的 所以不可能是導彈所計程的 就是氣身炸彈以及貨車在座 銷售人所造成的爆炸恐怖行動 所以普京大地對於這次的炸毀 克里米爾大橋十分的憤怒 發動了75枚的飛彈 同時擊毀烏克蘭全國的城市 造成連環的爆炸 普京動用的是75枚的中層飛彈 同時這個中層飛彈 其實普京是可以在中層飛彈上裝作核彈頭的 不過他暫時是沒有這樣的裝置核彈 在中層飛彈上面 那個導彈的發射都是從里海那邊發射過來 攻擊烏克蘭全國的大城市 相反的連環爆炸 它完全就是要造成烏克蘭境內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人民一種恐怖恐懼感 活在戰爭的陰影之中 而且這次的轟炸目標十分的奇異 它炸毀了基普首都的這個三星大樓 同時也是炸到的烏克蘭這個總統 折洛斯基的辦公室 而且烏克蘭的總部被波及被炸成爛巴 而且炸掉的 Levy利維布的核電發射廠 而且造成利維布周邊的四個城市 發生停電的狀況 也現在是冬天的時候 烏克蘭境內肯定觸及的人 特別是這個停電行動開始 烏克蘭人民又如何度過這個 嚴寒又极其漫長的冬天 而且是在這樣停電的行動狀況下 而且折洛斯基總統附近的辦公室 附近也是遭到倒洞的襲擊 所以這個等於對於烏克蘭總統折洛斯基 下了一個下馬威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斬首行動 當時折洛斯基並不在辦公樓 所以在這個基普首都發射五枚導彈 聽說這個導彈射的最大的是尼古拉耶夫 這個是烏克蘭的烏南的司令部 而聽說烏克蘭的司令部被毀 副司令這個烏克蘭的副司令也是在場被炸 導彈襲擊而當眾身亡 當時這個指揮部裡面有很多北越的高官和指揮官 當場也是被炸死的陣亡 比較嚴重的是這個地方 其他包括了其他烏克蘭全部的城鎮 大約有十多個城鎮 這個雜蘿普者也是射了12枚的導彈 而雜蘿普者這個被射的12枚導彈的原因 因為他現在是烏克蘭以俄式戰爭的位置 這主要目標是針對北約攻以烏克蘭運行的武器 所在內 作為一個軍事目標的轟炸 而哈克夫這個奧德薩導彈也是成功的 集計的裡面的軍事目標 就是全部都打 就是全部的烏克蘭的城市都打 讓烏克蘭的居民都活在一個戰爭的陰影 戰爭的恐懼的陰影之中 這麼大的範圍它是多處的攻擊 它主要目的是要烏克蘭人民 全國人民引起一種戰爭的恐懼 以及心理的戰爭陰影的狀況之中 所以這次是等於對折洛斯基發出一個警告 這次是攻擊烏克蘭的境內全部的城鎮 這次是不帶核彈 下一次就不一定可能會攜帶核彈頭 攻擊烏克蘭境內的所有的城鎮 這會是一場極其有灾難性的行動 對於烏克蘭折洛斯基來講 是一個滅國的行動 而且這次用導彈襲擊這個三星的大樓 而且海南韓這次也是一個制裁俄羅斯行動的一個國家 所以普京攻擊這個三星大樓 可以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報復行動 而這場其實我沒攻擊烏克蘭全國境內的全部十多個城鎮 所最恐怖可怕的連鎖行動是 烏克蘭的恐怖分子會被襲擊恐怖 就炸毀這個薩波羅的核電廠 所以這個俄武戰爭的不確定性就在這裡 雖然這個薩波羅核電廠有重兵的防守 如果碰到汽車炸彈的襲擊也是無能為力 因為汽車炸彈來講根本就是一種同歸一盡的行動 就算有駐守撞兵也是無稀釋 他只是用一個氣質炸彈就能炸毀整座的核電廠 造成一個災難性的一個行動 所以這次基普市中心以及多個城市 造大的這個75枚導彈的襲擊造成爆炸 且後續會有更大更恐怖的連鎖效應 而且美國為什麼沒有回應呢 因為他知道這次炸毀克里米亞大橋 烏克蘭是有錯在先的 所以才會造成普京大地的這個報復行動 而且這個炸毀克里米亞大橋 是在普京大地的70歲誕辰 所以他肯定十分的憤怒啊 所以烏克蘭總的來講他是有錯在先的 所以被炸毀這個75枚導彈 襲擊全國境內 這個是理所當然是應得的 美國也沒發言對這樣的襲擊行動 而且炸毀這個克里米亞大橋不屬於軍方的目標 是一個民用的目標 所以而且事情的發生之前 也沒有知會美國拜登總統 如果說 折羅斯基炸毀四個州的軍事目標 拜登總統還會發言支持烏克蘭 可是現在炸毀這個民用目標 這個克里米亞大橋 十分的敵 所以美國是十分的憤怒啊 所以那個美國的紐約時報 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這樣的 炸毀行動 他只是報道 俄羅斯全面的攻擊烏克蘭境內 多處城鎮 發射了75枚導彈 而且折羅斯基現在在推特上 發公布了自拍 而且說俄羅斯這個攻擊烏克蘭的境內 是一種恐怖行動 北約應該在阻止這樣的行動發生 而且俄羅斯外長也是說 如果北約繼續攻給烏克蘭境內 所有的北約武器 就是跨越的俄乌戰爭的紅線 就是再一次的警告北約以及美國 他們背後軍事支持俄羅斯戰爭的 這次武器供應的軍事行動 簽一個美俄安全保障協定不就好了 簽一個美國跟北約的相互安全保障協定不就好了 北約真正的兌現他的承諾說 我不再東擴 然後我以前東擴的 我以前之前我跟你承諾的 就不東擴的我五次的違約 那五次的違約的國家都讓他推出北約 不是就好了 人內軍就不用相互丟核彈啊 可是問題就是 因為你北約五次違約 然後對俄羅斯來講 我不再信任你 然後你美國一直在欺騙你的政客們 一直在欺騙 在說謊 在言行不一 你不是對中國也講說 是不一無一嗎 但是你卻是 是有意有意啊 對不對 你說你不幹了 你都幹了啊 然後你說我沒有意思的 你都有意思啊 而且你行為都這樣做啊 王毅在聯合國大會的時候 就把他們的是不一無一的 一個一個他講的是沒有 然後他實際上做的 全部都給全世界都知道說 對 美國的政客可以公然說謊到這個程度 可以公然的言行不一到這個程度 對 那你想對俄羅斯來講 我已經被你騙五次耶 就是軍事上 軍事上我覺得現在 因為差距實在實在 他連美國都不怕了 他還會怕台灣嗎 他從2008年起 這個 這也是美國的研究啊 不是我不是我說的 2000年阿扁剛接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台灣自己就可以打敗 共產黨的空軍 光我們自己的空軍 李登輝還有陳水扁第一年 但是到2008時候呢 大陸已經可以局部封鎖台灣 但是還沒有辦法全部 局部封鎖台灣 然後可以用飛彈 打到台灣很多地方 可是還不準 到2015年 他可以全面封鎖台灣 那到2020年 2020年美國國防部的報告 白皮書 美國的五角大廈報告 第一次出來說 中共可以完全佔領台灣 這20 所以這個消息台灣都沒有人登過 所以我在那邊講 好像我變成烏鴉一樣 對不起啊 這是美國國防部講的 那2020講了一次 2021年又講了一次 同樣的文字 大陸可以 可以這個 這個可以佔領台灣 那所以這 這已經很明顯了 美國 美國沒有辦法了嘛 台灣的蘇喜教授 根據美國的五角大樓 近幾年的兵席推演 得出了結論 就是台灣 一番聲戰士 中國武統台灣 中國武統台灣 就像吃豆腐一樣 的容易 一下子 就可以 武統下台灣了 這是根據 美國 近幾年的 五角大樓的 軍旗 推演的結果 所下的結論 而且 蘇喜教授 是以 比較客觀的態度 根據 美國五角大樓 兵旗 推演的結果 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這是 美國五角大樓 兵旗 推演的 結果 的結論 美國就是 企圖把台灣 變成一個智慧島 就 現在 美國軍事專家 的 這個打算 就是 要台灣 儲存大量的軍火 把台灣 變成一個智慧島 難以兵 關於 解放軍 武統台灣的時候 用台灣 就給 每個區 都有自身飛彈 不停的 不停的發射 不停的 以解放軍 產生油 糾纏 儘量的拖住 中國大陸 這就是 美國的 戰略思維 現在 美國把台灣 當作烏克蘭 一樣的處理 不過台灣島 與烏克蘭 之間的 最大差別 就是 烏克蘭 是一個 陸權的一個大國 而台灣只是 在一個海洋上 台海 兩峽和一個小島 是一個 海權的 靠海的國家 北約部隊 以及美國 能夠通過陸陸 不斷的軍演 不斷的軍演 供應烏克蘭 很多很多的武器 因為 從波蘭陸陸 就可以把武器 運送到 烏克蘭境內 而台灣 是一個海島 基本上 如果被中國大陸 解放軍的 這個 武統的圍困 根本 美國護法 派兵到台灣 而且 中國有 這個 反戒指的導彈 新型的武器 以及 東風12 16 15 17 等 這個 東風導彈 超過20馬赫 能繼承 在太平洋海上的 任何一艘航空武器 如果它的誤差是 超過 少過10米之類 所以 中國有這麼多的 秘密武器 所以基本上 美國的福特基的航母 和其他的 航空母艦 都不能夠來到 台灣島 就是太平洋的 第一島列 以及第二島列 參加這個 台海戰士 基本上是 停在第三 與第四島列 就是菲律兵海 而 從美國的 航空母艦 這個戰鬥機 F-35 以及其他F-16 F-12 如果要參與 台海的戰士 基本上 它最大的寒塵 是600公里 根本是無法到達 這個台灣海峽 來台灣島 以解放軍 周旋 一絕 雌 展開一場 抵抗解放軍的 五種台灣人 戰爭 而且 烏克蘭 是一個陸權國家 在烏克蘭 與俄羅斯的戰爭 從烏克蘭 逃出的 這個人民難民 有差不多 一千多萬之多 現在台灣 是一個小島 這個是一個 海泉的小島 萬一 台灣發生戰士 中國武統台灣 根本 台灣的人民 根本是無法 逃出台灣島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 烏克蘭 能夠與俄羅斯 不斷的集結 到現在 主要就是 北約以及美國 40多個國家 參戰與烏克蘭 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 他們從過 波蘭 進入 烏西 不斷的軍演 最先進的 海馬式 飛彈 導彈 所以烏克蘭 才一一的 現在已經 戰勝了俄羅斯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現在 美國企圖 就是把台灣島 變成一個 自衛島 要台灣 存放大量的 軍事武器 產生 成為一個 軍火庫 現在美國 就是企圖把台灣 變成一個 自衛島 全民皆兵 就是南里皆兵 任何一個區域 都有這個 赤真飛彈 造成一種 不對稱的戰爭 以抗衡中國 武統台灣的行動 而其中 這個普通的部隊 軍隊都隱藏於民間之中 萬一 武統台灣 解放軍來的時候 這種民間的部隊 就起意 用吃車飛彈 和其他武器 以解放軍 展開 游擊戰 展開一種 不對稱的 這種 戰爭 盡量脫破解藏軍 而台灣的每一個 派出所 就是一個 作戰單位 囤放大量的 赤真 飛彈 與其他的 軍用武器 就是全台灣 把全民皆兵 南里皆兵 以解放軍 展開一種 遊記上的戰士 脫破解放軍 登陸台灣 基本上台灣島會 囤放大概 兩千多枚的 赤真飛彈 而赤真飛彈 最大的作用 它就是 打短程距離的 低空的這種 解放軍的軍機 或者直升機 用赤真飛彈 低空的襲擊 解放軍來放 台灣島的這個 戰鬥機 直升機 等等 低空的飛行 戰鬥機 以及胡人機等等 而且美國軍方 生怕這些 兩千多枚的 赤真飛彈 囤放於台灣 會掉入恐怖 混亂的手中 所以一旦 這兩千多枚的 赤真飛彈 囤放於台灣 肯定就是 由美國的軍方接手 完全 嚴厲了24小時 這個固守 這兩千多枚 赤真飛彈 囤放於台灣的 重要的 機密的軍事 機密基地 同時 美國要在這個 台灣島 建立這種 黑熊 部隊 或者國民 防衛部隊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全民接兵 男女接兵 就動用這個 赤真飛彈 兩千多枚 囤放於台灣島的 兩千多枚的 赤真飛彈 以解放軍 周旋 展開一個 城市戰 遊擊戰 這就是 這個 美國的 戰略思維 美國的企圖性就是 當共軍 武統台灣的時候 引誘到 台灣島的 各個鄉鎮 用這種 民街 民街是兵 兵街是兵 的概念 在 城市當中 消耗掉 解放軍 這就是 這個 美國的 這個 戰略思維 用就是 台灣島 美國就是 想利用 台灣島的這個 用空間 換時間 的概念 來爭取 全民皆兵 男女皆兵 就是 讓解放軍 城市戰中 遊擊戰中 消耗到解放軍的 兵力 以 此晚 解放軍的 公路 武統台灣的時刻 讓 美軍有更多的時間 能夠 回到台灣島 以解放軍 一絕持久 這個就是 美國的 戰略思維 而美國軍方的最大的 願望就是 說 這港戰士 武統台灣的戰士 不要再三天 五天就結束 盡量撐 撐得越久也好 如果能撐上 整個月 這個就是更好 盡量的消耗 解放軍的兵力 用台灣島 南尼西梯 就是 城市戰 平民皆兵的概念 遊戲戰 以拖垮解放軍 這個 國武統台灣的時刻 而且 美國軍方的要求 是 台灣島全民皆兵 就是 全台灣島 問問男女腦 都 百分之百的 投入這場 游擊戰 以解放軍 戰鬥的這場 戰事之中 所以現在 台灣島上 就是有人 爭取 我出30億 出50億 培養這個 黑熊部隊 就是當解放軍 武統台灣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 黑熊部隊 國安部隊 站出來 全民皆兵 以解放軍 戰爭 周旋 而且 根據 美國 這個 國防的 五角大樓的 兵集 推演 就是 中國大陸 第一波的 武統台灣的 部隊 大概是 一萬五千人 都是 閃兵部隊 武統台灣 這個是第一波的部隊 而且中國大陸 解放軍會 採取各種 斬首部隊 如果到時 蔡英文 不禁自跑 就是 不占而去人之兵 解放軍就是 不占而去人之兵的 拿下台灣島 如果 蔡英文有在 就是 解放軍進入 發揮 這個 斬首行動 拿下蔡英文 而武統台灣的 十個大陵 這就是 解放軍的 作戰 翻案 而美國軍方要求 就是 解放軍武統台灣的 時刻的時候 台灣島上 全民皆兵 各城鎮 都 拿出自己的武器 拿出四江飛彈 拿出老舊的 軍火 槍套 或者拿掃把 以解放軍中旋 不過 期待台灣島 期待說 美國 軍會來台灣 支援台灣 是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台灣島對美國來講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小小的 厲害關係 厲害的問題 而對於中共 解放軍 中國 南民共和國來講 台灣島是一個 核心利益 中國 會為了 每一寸領土 而不惜開戰 而美國 只是為了 一點利益的 甜頭 而 盡量的 騙起台灣島上的 這個 台灣的 富國神山 台積電 從中賺取 經濟暴力 這個就是 美國軍方的 最重要 利益 而且聽說 萬一武統台灣的 時刻 美國會接走 所有台積電 所有的工程師 而撤離台灣 這就是 美國軍方的 作戰方案 而且跟進最近一輪的 這個訪問 這個 台灣 民間 的 年輕人 對於他們 實施這個 兵役的情況 一般的 情況 就是超過80 90%的年輕人 都是反對 參與 兵役 到更長的 時間 現在台灣的 兵役是四個月 或者要延期到一年 或者兩年的時間 他們這些年輕人 反應都十分的 不贊同 更有的提出 就算 這個兵役 參加 延長到兩年的時段 也是無法戰勝 解放軍 武統台灣的時刻 這是一個 無法改變 現狀的情況 這就是台灣 超過80%的 年輕人反應 十分 反對 這個 服兵役的延長 所以現在 台灣 面對一個 矛盾的問題就是 台灣又要搞台獨 蔡文要提倡台獨 台灣人又不願意 參與兵役 防衛台灣 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發生在台灣的身上呢 十分的奇怪 當兵很浪費時間 這個時間可以做更多事情 四個月剛剛好 我想到四個月就好了 一年太長了 我想去當兵 真的很浪費時間 不太行啊 我身體會扛不住 你們連炮灰都不是 沒當過兵的男孩子 真的 是男人嗎 你就當四個月的兵師 要幹嘛去那邊玩的 四個月真的太短了 那個就像是一個 去度假 以前我們男生被當兵 都說當完兵出來 才會變 真正的男人 有責任感 現在年輕人責任感不太夠 我要奉勸現在的年輕人一句話 這很重要 你們只想要台獨 你們不想要打仗 真的很可惡 這是不是很矛盾 沒有一個年輕人願意打仗 對 他們就說會輸 那你們 台獨個什麼啊 我想要四個月就好了 一年太長了 有點久 今天要延長了 嗯 不想去當兵 對啊 不用吧 掃地吧 你說什麼 那應該去掃地的 所以我覺得一年是有點浪費時間 真的很浪費時間 不太行啊 我身體會扛不住 太累了 可以改到95年就好 94年不要 你自己幾次 我94年的 那你為什麼不要 我當四個月就好了 我想當一年的光頭 說難聽一點就是 上場就不管當多久還是一樣輸 上一年和四個月都是 上去20秒就被打死了 當面就是在草地啊 怎麼樣 當一年應該不一定會比較好 反正抗中寶台 不是那群政客在寶台 有差嗎 打過來都先跑了 他們抗中我們寶台啊 所以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倒閉 現在俄戰爭已經發生了差不多八九個月的時間 特別是現在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大橋 被烏克蘭的恐怖分證炸毀了 現在普京大帝十分的憤怒 是否普京大帝會動用核武呢 他也是在最近的一連串的國際發報會上 宣稱有可能核子武器會啟動 到底俄羅斯會啟動他的核武威脅北約以及美國呢 根據美國的智庫 俄羅斯擁有了5977枚核子導彈頭 其中1500枚已經退役的核子導彈頭 就是準備拆毀的這個導彈頭 所以俄羅斯現在已經剩下大概4500枚左右的核子導彈頭 就是屬於現役的 這4500枚核子導彈頭都屬於戰略核武器的 而且根據美國的最新衛星照片所拍到的消息是 而且俄羅斯在北冰洋北極的已經重新取動 它所謂的海燕核飛彈的重啟計劃 在裡面包括了原體還有一些反輻射的一些設施 而且這些所有的核子導彈的就緒已經不好了 是不是真的一場核子災難核子導彈海燕 重啟飛彈是接近開始呢 其中包括了這個核子飛彈的載具 包括了它過是13公尺之長 這個運速車就是專門用來大載海燕核飛彈所用的 所以被專家稱為這一次屬於一個 飛行的車諾比啊 所以聽起來十分害人 令人十分的可怕 聽這些軍事專家分析 如果核武在美俄兩大核子大國強權下 發生一場全球性的核武大戰 這全球的50億人口就會煙消雲散 這俄羅斯所擁有的4500枚核子現役導彈 以及北冰洋的這個海燕核飛彈 這就是俄羅斯用於制衡美國的核子武器的重頭戲 而這個核子導彈的數量並不重要 最重要是用於制衡平衡美國 而且給於核子打擊的一種維克系 為什麼俄羅斯會重啟這個海燕的核子飛彈呢? 這是用來平衡美國的核武器 就如美國有洲際飛彈 俄羅斯有洲際飛彈 就如中國大陸所搞的超高音速飛彈 以及鴨鬼性飛行武器 一小時能夠達到全世界各地 用核武威脅美國 這就是一個瀑布給美國的重頭戲 核威脅的一種狀況 這俄羅斯的海燕核飛彈就是同樣的意思 這讓美國感到十分十分的核武器的威脅 俄羅斯本身也也是擁有超高音速武器 不過而這個俄羅斯的海燕核飛彈不是傳統的燃料或者一體燃料 它是就是核子動力 現在俄羅斯的這個核子海燕核武器能速到這麼小 是十分的驚人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瀑布 核動力就是等於 它在天空上二十小時二十天二十個月都可以不停 昼夜的不停的飛 這樣每天有一個炸彈掛在美國大陸上面 不停的飛來飛去啊 這等於給美國一個當頭半刻 一個中央級的一個核子威脅耶 而什麼時候這個海燕核飛彈掉落美國大陸上面 沒有人能說得著啊 而這個核子海燕核飛彈又在外太空上 美國又完全無法攔截美國現役的這些愛國者飛彈 它的射程都是很低的 完全不能打到外太空飛行的這個海燕核飛彈啊 就是美國沒有完全攔截這個海燕核飛彈的能力啊 在這個階段 這對於美國與俄羅斯兩個核子大國一種核子的平衡 對於美國又多了一個 破破性的核子威脅的重量級的威脅美國 這現代化全世界的戰爭都是一場毛與盾的戰爭 就如中國解放軍的這個東風11-17-26飛彈 這是屬於耳毛 而美國的這個福特西航母 它是屬於盾 這毛與盾之間總要 就如這個乙天劍與屠龍刀都要一蹶雌 看得出誰是武林文主 現在 在俄羅斯這個海燕型的核飛彈飛得這麼高 美國的這個盾完全無法抵擋 這就是給美國一個災難性的一個核子威脅 在24小時可以停在美國的大陸 24小時 20個月停在那邊 哪一天掉落了美國大陸上面 美國真的受不了 整個國家會有毀滅性的滅亡啊 而且如果這個美國的盾厚了 俄羅斯的毛就要更尖 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要研發這個海燕的核飛彈 來制止美國 這就是海燕核飛彈就是一個 穿透性的核子威脅的能力啊 這個威嚇性的能力 有沒有辦法 長期盯在美國的大陸上面 這個海燕核飛彈就是20個月可以停在上面 這個對美國就有如瞞翅在背 讓它完全無法昭夜睡得著啊 所以這個海燕級的核飛彈對於美國來講 是俄羅斯給美國核威脅的一種 縱容系的一個王牌武器啊 用來最後的末端戰爭中 忌毀美國啊 讓美國一夜之間滅國之災 現在我們談到這個戰場上 這個核威式的這個核導彈 而這個戰術性的核武 這四個州的邊境 這烏東烏南啊 所以俄羅斯的戰鬥兵員只有十幾萬啊 它的真正的俄羅斯的戰鬥兵員只有八萬啊 而烏克蘭方面是六歲以上 就所有的人民都動員了 在人民的優勢 軍隊的優勢上 這個烏克蘭是占了上風啊 俄羅斯的最大的戰鬥充施 就是一下子併吞了四個州啊 俄羅斯沒有一下子反衛能力 防衛這個四個州 因為只有七八萬能怎樣分給四個州 來防衛這個烏克蘭啊 這進攻啊 俄羅斯犯了這個兵家最忌的一個錯誤 就是戰地啊 就是把這個七萬的軍隊要防守這個 四個州是一個很不划算的一個戰略錯誤 而俄羅斯普京就發起四個州的公投 把這四個州併吞為俄羅斯的領土 這個是一個普京一個野心的企圖啊 之前俄羅斯所對烏克蘭的發動的戰 是叫做特殊興致行動 現在拼吞的四個州 就演變成真正的一個戰爭行動啊 而且俄羅斯普京 不管全世界聯合國有沒有承認 我是通過這個公投 就把這個四個州的領土 吞入俄羅斯的版頭 這就是普京大帝的企圖性 而普京是一個讀法律系畜生的人 他就說在和這個公投之後 俄羅斯有震盪性的出兵 來防衛這個四個州屬於俄羅斯的領土 一旦烏克蘭進攻這四個州 就等於進攻了俄羅斯 俄羅斯就有能力 去取動這個核子彈頭的核反射的威脅 攻擊烏克蘭 北約或者美國 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 因為他可以說西方國家 侵略了俄羅斯領土 這個是一個最好不過的一個理由 來發動一場核子威脅的戰爭 不過俄羅斯也知道這個烏克蘭加上北約 加上波蘭這些的總和的 和美國軍隊的這個軍事實力 他們這些部隊從這個烏西方面 就是波蘭邊境 源源不斷的把海馬士 和德國的更多的北約歐洲的武器 這個高射炮武器導彈 源源不斷的送入烏克蘭的戰場之中 所以把俄羅斯這個核子武器拿出來 也是一種制合這個北約傳統性武器的 一個威嚇力量 一種威嚇手段 北約肯定不能夠承受 俄羅斯的第一波的這個核子 這個打擊能力 這等於把俄羅斯逼到牆角 一旦把俄羅斯逼到牆角 有可能普京大帝就會動用的核子武器 來發動攻擊北約 美國或俄和這個烏克蘭 所以俄羅斯就有可以說 有一個不得已的理由來動用核子武器 反擊 而從這個傳統劑到核子武器中間 還有很多殺戀系的武器 其中包括了溫壓彈 油氣彈 或者中子彈等等這些武器 問題是你有這些武器 什麼時候是真正可以使用這些武器的時機呢 這個是最難掌握的火候 而烏克蘭採集的戰士這個幾千公里 就用人民的這些游擊戰 來對抗俄羅斯軍隊 讓俄羅斯軍隊防不勝防 就是全民皆兵的一種公司 讓俄羅斯的這個7萬的軍隊 所以皮衣防備烏克蘭 因為他這個游擊戰的攻擊 防不勝防啊 也不懂他是從哪一個角落 竄出來攻擊俄羅斯啊 而現在俄羅斯所剩下的兵員 這個7、8萬 這個30萬的這些兵員 就是耿顧這個俄羅斯 併吞的四個州 如果北約還是烏克蘭的強行進攻 俄羅斯就逼不得已就會用核子武器 威嚇北約或者美國或者烏克蘭 發動核子武器的攻擊行動啊 二十大之後再說就是十月之後啊 那拜登都已經完蛋了啊 怎麼可能等到那時候呢 拜登十一月就七中選舉了 十一月八號就選舉了 十一月八號啊 所以他現在需要的 比如說要降中國的關稅 他也需要時間去發酵嘛 所以坦白說對拜登來講是比較急的啦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老人啊 做事情都不補充 這個本來就是你的競選政見欸 你降了不就得了 你何必要拜習慧的第三次呢 你自己就可以降了嘛 那幕僚搞不定 這更是荒唐啦 幕僚搞不定你自己就可以拍板了 而美國人民對拜登總統的信任罪 比如我說說啊 戴琪反對啊 只是四十三八仙 你這是什麼老板啊 這已經超越以前的 川普在位的這個進步 老闆自己拍板不就做決策了嗎 所以這個 所以這是什麼藉口啊 這是可笑 到十一月八號就位知曉 美國中期選舉前瞻之一 民主黨的選期下滑 拜登的聲勢已經逐步下滑 所以他對於2022年這個 其中選舉舉不難行啊 美國2022年年中期的選舉 將於十一月八號舉行 屆時將會有三十五個參議員 四百三十五個眾議員 和三十六個州長的席位面臨改選 這也是拜登三任以來最大的一次考驗 同時也是面對美國下一段 下一段內外政策的最重大的影響 至於現在美國的民調走勢 對於共和黨與民進黨的選情 之勢呢 到底是如何呢 據最新消息 這個美國中期的選舉 被為了檢驗美國這個執政 這個拜登總統 有可能 拜登會 在這個其中選舉中 失控 而且會 失去領導趨勢 成為一位個白角的 總統 而民主黨和 之前的對國會的控制 的權也會下滑 如果在這個中期選舉中 一年的再 四四 四選 對於這個美國的其中選舉 對於美國的現任總統來講 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考試 所謂美國其中選舉 就是在每個 每現任的總統 就職了兩年後舉行 由於大落差 在總統四年的任期的中間 這又如對 現任總統的一個其中會考 看 美國的選民 對現在的 拜登總統的 誠信度的滿意度的程度 到底如何 而照現在目前的形式 民主黨在國會 是以微差占多數 而眾議院為民主黨220席 共和黨為212席 就是民主黨只多了 共和黨區區的8席 現在的主流預測就是 共和黨會掌握這個眾議院 而民主黨會掌握參議院 如果其中選舉的時候 這兩院都 不能夠通過都給共和黨 這個 川普迎勝 這個拜登肯定就會成為一個 憲政的 跛腳總統 就是敗腳總統 而且現在 隨著美國最高法院 廢除了 有效期的50年的墮胎憲法 保障 通過膨脹 在美國旗下的氣油壓 和這個生活指數 逐漸的膨脹 美國國內的人民已經不能夠接受 拜登的聲望 從37%回低股 拉到42% 雖然這個是不合格 但也是超越特朗普同期的水平 所以這會使民主黨 由必敗 胡怡 重回到 粗少擔淫的狀態 所以到底這個 其中選舉 陸史選手 到底是怎樣呢 就會到 11月8號 美國 其中選舉 到時 美國現任總統 拜登和 未來的總統 選舉的 共和黨 聲勢浩大的 這個川普 到底 兩人一決 是從 陸史選手 到了11月8號的時候 我們 就能夠在 新聞上 一一揭曉 日本北海道 空襲警報大作 為什麼呢 一枚北朝鮮的導彈 五年來 首度的飛越日本的上空 落入了太平洋 這已經是金正恩 這過去時間之內 第五度發射飛彈 而且京城這一枚 恐怕京城這 發射的這一枚 是恐怕是 衝著岸田文雄 日本岸田文雄 而來了 而日本 發生恐懼到 什麼的狀況呢 所有的電視 多數的廣播都停止了 像地震一般的 發出了警報 哦 然後 後世JR 日本的JR的列車 停止了半個鐘 全日本 特別是新千歲的機場 全部飛機停航 實在是太緊張了 所有日本的遺傳 都有廣播 全部 日本的遺傳 收到廣播的警告 馬上 立刻 離開海域 有北朝鮮的導彈 飛過日本 上空 從日本 日本竟然有這個清真事件 進行馬上的疏上 這五年來 這個北朝鮮所飛射的導彈 最多只是發射到 日本的東部的海岸 這個飛越 這個日本的領空上 是頭一回 是十分的恐怕 讓日本人活在這個 核子導彈的陰影之中 如果這個核子導彈 是攜帶核彈頭的 整個日本就會沉沒 整個日本島就會滅亡 這就是真正的戰爭到零的 二號 把全部的日本人嚇死了 第二個最恐怖的來了 大家聽清楚 這是一枚 極硬素的飛彈 北朝鮮竟然搞出了極硬素的飛彈 就是胡堅不吹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就是極硬素飛彈 日本擋也擋不倒 日本是用美國的愛國者 防禦系統的導彈 根本無法防止這種 超硬素的 飛彈導彈 特別是核彈 如果紀錄在日本島上空 明天現在 就馬上 日本淹陷於上 在全世界 在地球上 再也找不到 日本這個島 這個名詞 這是讓日本 全國上下 全國舉國的恐慌 活在戰爭陰影 核子打擊的陰影 滅國的陰影之中 現在北朝鮮竟然搞出了一個極硬素的飛彈 這會是什麼回事呢 他的這個極硬素的飛彈 飛了大概970公里 就是 北朝鮮能夠忌毀日本所有低回道的飛彈 這970公里 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他已經飛行了4500公里 而且這個導彈照他的趨勢 他能夠飛越到日本的關島 美國的關島 還有這個夏威夷的地方 而且重中注重最重要的是 這個極硬素的飛彈 竟然是石器馬赫 十分的驚人 天下武功 為快不破 日本的這個愛國者 導彈 打捏打不了 日本要滅國了 這真的是 其中最可怕的地方 石器馬赫 日本 打捏打不了啊 天下武功 為快不破 這個石器馬赫的極硬素飛彈 全世界沒有一個任何的反導系統能夠攔住 美國的愛國者導彈 可以丟進大海 根本擋也擋不了啊 他這個極硬素的核導彈 要打哪裡就打哪裡 日本就會馬上滅國 而且這個重中之重 這個導彈是能夠打核 帶核彈頭的 這個馬上就可以把日本滅國 繼承於海底之中啊 這個在今年的4月啊 北朝鮮建軍90週年的大躍兵 就新展示的這個極硬素 導彈的襯波的載體武器啊 有人稱這個為火星12 因為這個導彈的有一個火星部分 叫做火星12 它的推進性有如火星12一樣的 超強啊 這個襯波體跟中國大陸的東風 石器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 就是說北朝鮮的這個導彈就是 中國的北朝鮮版的東風導彈系列石器 所以專家稱它為火星石器 這就是它的名字的原來啊 它決定不是火星12 金正恩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不要惹惹北朝鮮 我們是會打核彈頭的 核彈的 因此今天當這個北朝鮮的核導彈 打成功的時候 真的讓全世界毛骨聳狼啊 第一個一個不能阻擋的飛彈 一個石器馬赫的飛彈 而且帶著核導彈飛越人日本的上空 隨時就馬上可以摧毀日本全島 把日本島寄毀於海底之中 而且日本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 唯一一個國家受到核導彈攻擊的國家 被原子彈攻擊了兩次啊 你說他們恐懼不恐懼 超級的恐懼啊 所以日本的人民害不害怕 禁不禁恐 其實簡直是嚇死了 日本全國人民被這個恐怖可怕的 Morning Corps叫醒了 你說有多恐懼 多可怕啊 多嚇死人啊 其實這時的美國人大 是開座的 已經知道 聽到風聲這個 北朝鮮打這個核子導彈 飛越日本的上空 不過他為什麼沒有發生攔跡呢 因為他知道這個導彈不會打擊到日本島上 而且他知道他目的底 導彈的目的底就是打到海上 所以他就不用開始燃截這枚導彈啊 所以日本很害怕導彈會攻擊 他正在要行見兩座的陸基型的神盾 要把所有的來放的 北朝鮮來放的導彈都攔截下 這兩座這個神盾的陸基這個防禦系統 一個會建在秋田 一個會建在山口 日本就在2022年的時候 現在這個計劃沒有了 日本現在打算建兩艘兩萬噸的神盾艦 來預防這個朝鮮的核導彈的威脅 就是等於兩座移動在海上的神盾基地啊 來抵禦北朝鮮的核子導彈來犯啊 而這個建造過程 需到2027年才會建好啊 就會到2028年才會建好啊 所以這個過渡時期 這個日本就向美國求救 所以現在 美國的第7艘隊 就有6艘的神盾艦 助手在日本海 防疫北朝鮮的 導彈的威脅啊 現在俄烏戰爭打了八九個月 已經陷入了僵局 到底普京會前進烏克蘭還是撤退烏克蘭呢 現在普京大度已經放軟了 已經兩面三刀 至於美國的拜登總統會否接招呢 普京今天早上有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What is happening is unpleasant 就是普京大地對今天發生在烏克蘭境內的所有的事情是十分的十分的不愉快啊 普京大地自己承認這想彈爭在烏克蘭打下來 代表了俄羅斯已經落馬了 在俄羅斯要發動軍隊 規模的向前攻進烏克蘭 是不大可能的 俄羅斯現在已經彈進源泉的進步了 聽說最近這幾枚85枚導彈打烏克蘭境內 是用S300導彈所發射的 是十分的貴 十分的不划算的一場軍事演習戰爭行動 已經花掉了普京大地的幾億元 十分的不划算 而普京大地沒有辦法向烏克蘭發動更大規模的地面上的戰爭 而烏克蘭現在在戰爭之中 俄羅斯如果要撤退 俄羅斯是要怎樣撤退呢 如果放棄了四個公投區域撤退 這怎麼對得起俄羅斯境內的人民已經死掉這麼多人 好歹也要就是僵持在四個州公投下來的版圖 擴充俄羅斯的版圖才能夠撤退 所以現在俄羅斯的普京大地已經陷入了僵局之中 而普京到底會不會下台 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俄羅斯境內的人民也是不會原諒普京大地 而這個是美國最喜歡看到的局面 就是把俄羅斯耗盡在烏克蘭的戰爭之中 一個烏克蘭代理人的戰爭 就把俄羅斯耗在裡面了 讓俄羅斯從一個超級全世界第二的軍事強國 掉入一個中等擁有最多核子導彈的國家 而美國也是拜登總統借這個機會 把北約就是歐洲的國家耗在裡面 讓北約起死回生 回生到以前美國統領的北約歐洲國家的地步 讓法國以及德國這些領頭羊 失去他們歐洲自己人的聲音 讓歐盟這些國家的群體作用 經濟利益與軍事利益消失的煙消云散 德國不見了法國不見了 這些領頭羊全部不見了 全部要聽老大哥 美國所號令的北約集團的命令 北約就是把歐洲各國掌握在玩弄於美國的首長之中 美國遮守遮天 耗盡了這個俄羅斯耗盡了北約歐洲國家 讓他成為勇士千秋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 這就是拜登的一個不遮手段的陰謀 美國最不喜歡的就是歐盟這些國家歐洲國家的發展 如果歐盟崛起就會抗衡北約的集團 讓美國失去了領導洋的一個世界 舉止輕重的一個權利 這個美國在伊克拉克的戰爭花了多少錢 花了2300美元 而在烏克蘭的這場戰爭花了多少錢呢 在烏克蘭這場戰爭中 美國花了多少錢呢 花了不到200億元 實在實在十分十分的划算 對美國拜登總統來講 是十分划算的一個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 把俄羅斯從全世界的第二軍事強國 突破到一個總統國家擁有很多的核子武器 這個拜登總統睡覺的時候也在偷笑 怎麼俄羅斯的普京這麼的笨啊 掉入他的設下的一個陷阱啊 就是拜登總統挖好一個坑讓普京掉下去 對這個拜登總統來講實在實在的划算 他晚上睡覺也在發生偷偷的大笑啊 所以這場烏克蘭代理人的戰爭 對這個拜登總統來講 是耗下去 對他是有百利而弧一壞處啊 所以他就是讓美國這個代理人戰爭 烏克蘭的戰爭耗盡俄羅斯 同時讓美國的軍工企業起死回征 把全世界的生產線拉回美國 盡量的經濟制裁俄羅斯中國這些國家 讓美國勇士全球成為全世界最強的軍事強國 美國損失了什麼 美國石油天然氣往上產 美國一點也不受到關系 因為美國有自己的天然氣 也有自己的石油這個生產 同時他用抵制俄羅斯把俄羅斯買進的原油天然氣 加工又賣給這個北約歐洲各國 從中賺起暴利 聽說他現在一個天然氣賣到歐洲 可以賺了整整的差不多兩億的美元 十分的驚人啊 曾經有德國的民眾抗議 這個美國賺起天然氣石油的暴利 他的價格已經漲了十多倍 十分的嚇人啊已經超出俄羅斯原油以及石油原本的價的十倍之多 已經讓德國以及法國以及歐洲的人民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完全制止苦茶在過活下去了 美國賺錢賺很多啊 這個美國的商人啊 金火山賺的盆滿鍋滿啊 只是歐洲這些國家倒大煤啊 這個經濟制裁啊不能買原油啊 十分的笨啊 要跟美國買跟其他國家買 所以這個歐洲各國都產生一個很大的窟窿啊 而且需要經濟以及武器 這個資源烏克蘭 只是簡直是一個天坑浪 挖了一個好大的天坑浪 歐洲的各國 法國德國以及歐洲的這些30多個國家 在往這個天坑裡面跳啊 和歐洲各國都沒有油都沒有出產天然氣 還要制裁這個俄羅斯 也沒有生產糧食 簡直是天歡夜談 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全世界生產糧食的大國 也且石油天然氣也是俄羅斯佔盡風頭 這歐洲要去制裁俄羅斯 簡直是在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啊 美卡就是從這個代理人烏克蘭的戰爭 就是最大的經濟的受益者 而且現在法國的馬控宣誓 如果俄羅斯的核主席沒有打到法國 法國也不會以核武反擊俄羅斯 就是法國是跟俄羅斯是普京大帝是友好的 除非俄羅斯普京大帝用核武進攻法國 法國才會以核武反擊 否則兩國是相反無視 而且普京大帝也不會打法國 在歐洲國家之中 普京大帝看得很清楚 在這些歐洲的國家之中 看得最順眼的是馬克宏 法國的馬克宏 因為他經常以美國的拜登總統唱反調 支持俄羅斯 所以普京大帝 俄羅斯是十分支持了法國的馬克宏總統的風格 所以這場烏克蘭是最大的戰惡 在這場戰爭中 所有歐洲的人民 烏克蘭的人民 這個森林突然十分的 讓人的心酸啊 讓這場俄乌戰爭會盡快的結束 而且現在俄羅斯的普京總統 是在一個中戰的階段之中 所以普京不會後悔發動這場戰爭 如果現在烏克蘭不拆取反擊 普京也不會像上次 向烏克蘭境內發射的85枚的導彈 心情摧毀烏克蘭國內所有的這個水電設施啊 就是所有的戰爭就停止這一筆 為了再向烏克蘭發生任何的轟炸 以及進攻的行動啊 讓提出這個緩衝區 讓美國的這個拜登總統 來這個G20的時候能夠以普京大帝會談 儘快結束這場戰爭啊 所以至於美國的拜登總統會不會接球 所以他就是等待在G20 或者美國總統拜登 以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京 以及中國習近平 雙方會議怎樣和談協助 結束這場戰爭 儘快結束這場戰爭 至於折洛斯基烏克蘭 根本是沒有他說話的份 他只是一個棋子 這個台灣的蔡英文 他也是美國一個棋子 他也沒說話的份 現在美國跟這個拜登總統提出 如果在發生武統的時刻的時候 美國第一時刻就是把台積電的 所有的工程師接走再往美國 而且摧毀這個台灣島上這個台積電 讓台積電在美國上重申 這就是美國最大的經濟意願 所以在這個全世界的博弈之中 主要領導者就是美國 俄羅斯以及中國以及歐洲這些國家 所以全世界的全力平衡 在GD&D的G20的會議上 這今年的G20 G20的會議 是由印尼的總統佐赫主持的 他也有邀請這個俄羅斯的普京 來參加G20的會議 雖然美國的這個拜登總統 給印尼的佐赫總統很多的施壓 不過總赫這個不顧 一切就是堅持G20是一個 世界人民和談的一個機會 就是和談的大門永遠敞開 所以邀請普京來 所以這個三方俄羅斯 美國以及中國 會在這個G20 G20的會議上 更好的洽談 所以一旦美國做出決定 這個烏克蘭的責任 只有聽命於美國 正如這個台灣就是 在美國與中國兩個星際大國的 博弈之中的一個棋子 非但武統的時刻 這個中國武統的時刻 中國進攻台灣 美國就會第一時刻把這個 台積電的工程師運毀美國 摧毀台積電 這個美國這個行動就是保留 美國全世界領導員 全世界最強的軍事全國 全世界最強的這個經濟強國的意願 而台灣這些政客 整天說唱搞台獨 可是問起台灣的年輕人 根本沒有一個年輕人 願意上戰場 根本對於說 延長軍役、兵役 來抗衡保中衛台 保中衛台 據年輕人 這些台灣年輕人反應 這些都是政客在唱的 萬一這個中國武統的時刻 他們就會第一個時刻 逃離台灣 這個真的來和中國解放軍 這個保衛戰的時候 只有這個成為炮灰的這些年輕人 所以這些炮灰的年輕人 不願成為炮灰 不會參與這些兵役 所以這個就是發生在台灣島 兩千三百萬人民 生命財產的一件事 是十分的矛盾 十分的可笑的事情 到底這個事件的發展 趨勢又是如何 而美國這個 2022年的其中選舉 如果這個拜登會輸掉其中選舉 而川普上台 肯定會為世界和平 劃上一個很好的一個句子的開始 因為美國的這個川普一路來 俄羅斯的這個普京是 個人們倆很麻吉 他們可以兩個在一起的地球 所以根本都不會發動戰爭 所以俄烏這個戰爭就很快的結束 這也會是全世界全力平衡的一個很好的開始 所以為了世界和平 我們祈禱應該是這個共和黨川普 贏勝的層面會比較多 如果真的獲勝會對全世界人民是一個福音啊 嗯 謝謝大家收看這個第九期的這個 文筒或武筒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何需而同 因為這個 美國的川普他的自政的方案 通常他只是搞一個經濟人 就是一個生意人的頭腦 任何時刻 美國在全世界做的 不是一些義務 是其他國家都需要分擔 就算是駐金一任的一個國家 日本歐洲或者其他國家 那個國家都要需要給保護費 所以他不會為了一些沒有經濟利益的狀況 以俄羅斯周旋下去 他是一個生意人的頭腦 凡是都是往前你算 所以沒有賺大錢的事他不會去幹 所以這個普京 與這個美國的這個川普是哥們兩很麻吉 經常會可以上娱樂場所 所以全世界應該是很和平的一個方案 也不會像這個 拜登總統自三陣以來 就產生一連串的矛盾 在全世界發動一連串的戰爭 讓全世界的物價 十分的膨脹 讓很多國家的人民過活不起來 特別是歐洲各國 所以謝謝大家收看這第九期的文統或五統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何去何從 我們在第十期的時候再見 謝謝大家的收看 Thank you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我們在第十期的文統或五統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何去何從 第十期見 謝謝大家 Have a nice weekend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是台灣 他們是中國 已經不叫大陸了 那個是中國 我才說 如果你是台灣 他是中國 你這樣確定的話 對不起 你也不是台灣 台灣不屬於你的 台灣屬於誰的 台灣屬於中國的 什麼人這樣說的 你的美國爸爸這樣說的 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的時候 說得清清楚楚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台灣也不屬於你的 他屬於中國的 也不屬於你的 就好像老子那個那個故事一樣 中國古代的老子 他的跟班叫徐甲 甲乙丙丁的甲 有一天徐甲 不幹了 跟老子翻臉了 你給我錢 我要走路 你請你遣散我 這老子啊 手一指動了法術 這個徐甲 渾身就變成了一個骷髏 就變成骨頭了 就徐甲一看 自己變成了骷髏了 才大徹大悟 可是他10月1號的時候啊 請這個澳大利亞的國防部長 房長 跟日本的房長到夏威夷 然後又把中國大陸罵一頓了 說你中國大陸的海軍怎麼可以擴張 你中國大陸海軍怎麼可以走出這個白色海域 你怎麼可以進入這個藍色海域 你的船到了南海 你的船到了這個阿六深群島 你就破壞了這個地方的安全 然後造成這個地方的不穩定 那中國的船艦跑到了巴定海峽 跑到了這個阿六深群島 就破壞了當地的安全 那美國的船艦到南海到東海 到台灣海峽 不是就把這個地方繳得一塌糊塗 那美國的船艦又跑到地中海 那不是把地中海繳得一塌糊塗 澳大利亞的船艦也跑到南海來 那也跑到這個東海來 不是也把這個地方繳得一塌糊塗 好像德國的軍機也可以 所以這些國家 原來歐洲美國的船艦到各個國家去 都是維持地區的和平穩定跟埋容 而中國大陸的船艦跟飛機 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就帶來的挑釁威脅 這種道理你聽了下去嗎 有很多都講 行人的字幕、尋覽 既出大一頓之間哪一間身 像是誰的說這一位 像是誰的寫著陰 像是誰的록壑 像是誰的說的 像是誰的臟 像是誰的說一張照片 像是誰的說明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空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家乡的宇宙 抱歉只能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风景替代爱意 到底是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安静相悲 无人能够感尽 阿 看哪 如今循环热彩脸 阿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沙律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三里 无人能够感尽 没有光能够感尽 无人能够感尽 拥抱所有的身体 黑暗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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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千金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又走痕迹 不同一尊无语 不惜躲避 却幻穿着别人 裂股脱皮 一泪几世出兵 灭灭多危残力 无上天地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火灯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疯伤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坐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你 只想 攻击 替代爱你 到底 是个 我是你 无人 能够 看尽 时光 暗尽 相配 在这里 担心 轮空不及 啊 看哪 不经心慌了再一点 啊 看哪 啊 看哪 好不忧郁开起下来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证明 黑暗的证明 没有光难教你 拥抱所有的证明 黑暗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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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永恒的证明 黑暗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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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里 黑暗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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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荒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佳祥和你 抱歉只能自己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风景替代爱你 到底是我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情 时光安静相悲 冷不清 啊 看哪 不清醒花着彩脸 啊 看哪 啊 看哪 好不游戏开几下雨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色里 没有可能 拥抱所有的身影 黑暗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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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加小努力 抱歉只能致敬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风景替代爱意 到底是无声明 无人连都感激 时光满尽相悲 冷骨无情 你 啊 看哪 不仅心晃着彩脸 啊 看哪 好不留意开启下雨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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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所有的权利 拥抱所有的权利 黑暗三里 黑暗三里 你 啊 看哪 你 你 他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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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留游走痕迹 用同一族明明 不惜躲避 却观察着 别人也不脱皮 一类几时出病 对面多为残力 无上天地 啊 看哪 傻孩子忍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红色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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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